在云南有几千块就能买到房子的城市 你敢相信吗 大家都想在云南定居 奈何如今的房产太贵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个几千块就能安家的地方 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不是几千块一平米 而是几千块一套房 视频的开头先声明 我不是房产中介 我也不卖房 不租房 你想买我也不卖 所以本期视频纯是我的个人分享 这个地方就是岗海滋 这里呢 属于一平浪镇煤矿区的一个生活区 至于是不是村镇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大小呢 就相当于一个镇子的大小 在九几年的时候呢 这里有大量的煤矿工人 到了后期煤矿停止了开采 这里也就没有了就业的机会 大量的工人也都走出了这里 导致了这里有大量的空置房源 在这里呢 也能发现人还是蛮多 但是老年人占比更多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几乎看不到 近几年因为互联网的宣传 这里有很多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买房 吸引他们的点就是这里的超低房价 没错 我也是这个被吸引过来的其中一个 但是我发现这个小镇 真的让我又爱又恨 先说说我不喜欢的点 就是这里实在是太枯燥了 虽说我去过的那些城市 也都很枯燥无味 但是相比较于这里 它简直是弱爆了 我这个人属于一个懒人 每天早起是不可能的了 而这个地方购物买菜只能到了早上 像外卖饭店这些东西就别想了 整个小镇也就一两家饭店 中午和下午呢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关于住呢 这里就要碰运气了 运气好 你能住到那些外地人装修好的度假房 价格倒是不贵 几百元一个月 如果运气不好 那只能住在毛坯房里 甚至连卫生间都没有 因为这里的房子年头很久了 几乎都是一些桶子楼居多 没有卫生间很常见 再有就是这里的交通 像我还好 因为是开车嘛 所以交通对于我来说影响不大 如果没有开车的话 那这里早中晚 各有一趟通往小镇里的公交车 这个也是唯一一个与外界联系的公共交通 娱乐方面呢 我这个人并不是很喜欢玩 所以对我影响也不是很大 每天能够晒晒太阳 看看山我就满足了 房价那真的就是从几千块到几万块钱不等 你一个月的公司在这里买一套房 真的不开玩笑